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万象和 今天红海又喷出 而且航海王再起 那我们之前就跟大家预告过了 最近这个走势台股啊 非常非常的好 那像这个红海啊,我们之前就有预告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在四月中的时候大迭的时候叫你不要紧张 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告诉你接下来会出现买点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上我们节目的脚步 那我们其实一路都有分享 最近每一天都跟大家有讲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 那今天红海又要开始往上挑战了 很有机会能够继续往上做喷出 我们待会会来聊 所以你待会的节目一定要来看 那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朋友 记得赶快订阅起来 那记得是订阅我们股市万事 不是订阅理财周刊 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 请你订阅股市万事 理财周刊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师 那上面的资讯非常的混乱 所以请你订阅我们股市万事 但是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节目上面 频道上面会有很多的教学内容 对大家都有帮助 所以请你把它订阅起来 好那我们来看红海 4月22号的时候 红海我们就继续来讲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地方 一直往下跌的时候 我们也有告诉大家 在上个月红海在往上涨的时候 也有告诉你会涨到哪里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INE的首页上面 4月17号的时候就有告诉大家 那在之前更早 还有这个红海各家的法人的报告 的解析 不是法人报告 是法人报告的解析 都有特别来告诉大家 那大家看一下4月17号告诉大家 什么 高档没有爆量 这个我每次都要讲一次 这是没有 还没有涨完的证据之一 还要即将未来会再攻击的证据之一 然后呢这边是什么 好消息告诉你嘛 对不对 4月17号在这里 有留下影线有收缴 我们一路都有告诉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来看的朋友 我再次强调 请你到LINE的首页上面来看 小老鼠649CNWBI 请你到LINE的首页上面来看 LINE的首页上面的文章 是不用钱的 所以请你到上面来看 就加入你来看就可以了 好那红海今天的走势是 叫做什么东西呢 今天走势叫做来挑战前波高点了 这个4月初到哪里 161.5吗 今天到哪里161 差0.5 差1档而已 不过告诉大家 今天在这边做震荡 是因为其实 涨上来到这个地方 持续有些人 可能心里觉得不安 他心里觉得不安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趁势 可能解套 买在161.5的人 有没有 一定会有嘛 一定会有人买在最高点 然后买完开始下山 开始下山的时候就很紧张 那现在好不容易涨回来了 就想要跟着下山 对不对 但是他可能就错过后面的行情了 好不好 后面也许有机会 这边就直接突破 直接挑战成功 然后就往上又再喷出 我认为明天后天 也许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情况出现 好那161.5 这边为什么能够挑战成功 主要就是上面的压力 其实并不重 这个我之前都有讲过 底下主要是涨上来 大户的成本都在偏低 都在110、120 甚至什么 这个位置附近 对不对 他们的成本都在这个底下比较低 甚至更早之前 前面盘整时间非常久 前面盘整了好几年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一波涨上来 有些人报了非常久 所以下面底部的这个价位 非常非常的扎实 涨上来之后 有没有人特别想要卖 有部分人卖 但是不是全部人都卖 所以这个行情就告诉我们 跌下来之后 有人会重新在这边转手 重新买入 再把股价往上做推增 那现在这个情况都已经出现了 所以非常有机会 能够再往上做一个挑战 那大家都持续来看 我们就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那再来看长荣的部分 长荣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长荣我们是不是上个礼拜 也一直在告诉大家 对嘛 上个礼拜我们也在告诉大家 对不对 告诉大家什么 以色列跟伊朗可能要打仗 后来有稍微冷静一下 不过这航星就已经开始往上走了 然后从这个上个礼拜开始 已经往上走喷出了 就已经走出去了 接下来要到哪里呢 194.5这个地方 你看 今天到哪里 193.5 差两档 差两档而已 所以我告诉大家很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明天又继续往上攻 然后也许又会再创新高 那整个台湾股市目前的行情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好 很有机会 台湾股市继续也是往上做一个带动往上走 台股真的非常的强 各位朋友 不要不相信我讲 等一下最后看加权的部分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好不好 那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流下影线 今天在这个地方震荡 重点是他有流下影线 上一次是出现什么 强烈反转 这一次有没有出现 没有 是在这边震荡 所以往上突破的这个迹象非常非常的明确 很有机会能够再创新高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持续来看 就持续来验证好不好 那阳明的部分 阳明的部分跟这个长龙就不太一样了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阳明这个整个底部不是非常的扎实 虽然说这个MSC调整运价 他也有受惠 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做一个喷出 这个喷出走势算蛮强的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下方 有没有看到盘整时间过少 然后其实在下方底部 并不是很扎实 没什么人在买 所以他是突然开始往上涨 涨到这个地方 像你看到今天哪里 今天最高55.5 突然开始跳空开高之后 往下压回 很多人在买 所以这次你就可以发现 他就是一个比较短线的走势 那为什么这边出现这么强烈的反转 跳空开上去 突然就直接压回来灌回来 很强烈 其实这很强烈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看不懂 但其实很强烈 然后主要就是因为前面 你看到前面有帮大家有画起来 一个M头 这个地方的压力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涨上去之后 很多人真的要解套 这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套牢的 套了3 4个月了 也没有很久的事情 也不是说套了5年10年 也没有今年1月份的时候 跟去年底的时候 很多人套在上面 然后开始一路跌 我相信如果套在上面的朋友 心情一定不好 所以好不容易涨回来了 卖压强不强 这些卖压算是蛮强的 卖压算是蛮强的 所以各位朋友要注意 良命的部分走势 不会来得像长荣这么稳健 如果你要买这个航运股 航运双雄的话 你还是可能要考虑以长荣为主 再来看这个长荣行的部分 长荣行的部分 4月23号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节目上特别分享 4月24号喷出 我告诉大家没有这么省的 而且我们提前讲 我们节目上也有分享 对不对 那有哪个老师像我们这样讲的 没有 我跟你保证没有 市场上没有人像我这样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跟你分享完 或是我们这个家族会买进去 他就开始涨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有些老师会告诉你买进去 我们可以赚三倍五倍 然后买进去半年了他还不涨 我买进去一年了他还不涨 请你不要这样操作 钱是有时间价值的 我一直在告诉大家这个事情 那大家看一下 是24号早上喷出之后 然后是不是一直往上延伸 今天有出现一些震荡了 而且有些压回这个状况出现了 那目前状况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最近对不对 中国这个我们这个国民党的一些立委 帅团去中国 那中国那边有释出什么友好的讯号 对不对 24号宣布这个将基局推动这个旅游的部分 但是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是说开放旅游到马祖 而且是福建到马祖 那这个可能就没有那么诱人了 那再加上以图上来讲呢 遇到什么 遇到压力了 遇到压力了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一个震荡 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就图上来讲或是就消息面来讲 都非常非常合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特别来注意 能不能继续往上攻还需要观察 好吧那目前撞到哪里 23年就去年7月份 其实这个地方有涨到一个历史高位 但是这个地方后来出现一个强烈的反转 不过我告诉他上面压力实际也不重 当时为什么出现强烈的反转 有很多的原因 我们就不细讲 不过现在涨上来是确实有遇到压力 就是当初去年7月份上面的压力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震荡 各位朋友就继续留意就好 那其实我们如果看我们节目朋友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已经买进了 对不对 23号嘛 24号喷出嘛 你24号买都还有机会嘛 距离你的成本都还很远 都还很远 是盘整去盘整完之后往上喷出 所以距离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成本都还很远 好不好 所以各位朋友 还是要持续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那这个地方我也是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明天会不会出现强烈反转 或是他就是稳定在这个地方震荡 那都是值得注意 值得关注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就持续来看 那这个礼拜 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多 礼拜三晚上 有什么 有这个小飞龙数据 那有这个PMI 然后呢礼拜四 礼拜四最重要 礼拜四最重要 礼拜四的凌晨 FOMC会议 会议记录会公开 然后告诉大家历历的决议 不过目前这个利空的消息 基本上都已经放出来 都已经走完了 什么是利空消息呢 利空消息就是 不降息嘛 对不对 六月份不降息嘛 这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了 然后呢 这个两点半的时候联准会还要再来开这个新闻记者会 就是包我要来说话 所以礼拜四凌晨也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最重要是礼拜三晚上 到礼拜四凌晨很重要 好不好 那就我们就持续来看 那礼拜五的部分呢 礼拜五有飞龙 月初又到礼拜五又飞龙 飞龙数据到底这个状况怎么样 也会影响到这个股市的走势 跟走法 不过我认为目前 大家看一下 以台湾股市的部分来讲 非常非常强 假设大家有预期 预期说这个整个 这个经济数据状况不好 这个联准会状况也不好 报告之后报告状况也不好 今天啊 不会有这个状况出现 我们知道加权股市 台湾股市里面也有非常多外资 对不对 那外资可能会撤离 那目前没看到 目前今天往上突破 这个4月19号开始往下跌 对不对 十几号开始往下跌 这个地方非常的关键 突然出现大跌 这个地方转折非常重要 今天往上突破 而且穿越它 所以我告诉大家 目前大家看好这股市的状况 才有办法走出这样的格局 那明后天也非常的重要 明后天会不会继续往上来挑战这个历史高点 这个礼拜都有机会来挑战 或者是它会出现强烈的反转 这个地方我们就继续做观察 不过我认为它今天 如果已经能够突破这个位置了 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好不好 当初跌下来 20883往下跌到哪里 跌到这里 对不对 19000多 大家以为完蛋了 好多老师告诉你完蛋了 市场上好多朋友觉得 哇 一下跌1000多点好恐怖 对不对 当时是这样子啊 当时我叫他什么 叫你不要害怕 对不对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要贪婪 我记得我都有讲过 好 那你看到今天是不是 如果你听我的话 他就一路往上攻了 关键会又突破了 又重新回到多头的格局 所以接下来走势 我认为还是会非常的好 好 那大家就持续来期待一下 好 那就明天再见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